目前前美联社驻台记者转文称 武统的条件已经日趋完善 中国大陆将在2018年武统台湾 那么有关前美联社驻台记者的评论 我们首先通过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据台湾中视电子报报道 日前有前美联社驻台记者撰写评论文章称 大陆武统台湾条件已经日趋完善 预计将在2018年武统台湾 文章还称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让大陆看到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有所减弱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大陆还需约三到四年左右 才能有足够纯属的军事力量来武统台湾 但看看现在的台军 超短的四个月兵役和只有号称200万的军力 大陆甚至不用担心台湾打陆地游击战来反击 因为台湾根本没有能力组织这样的攻击行动 我们大陆迫不得已采用武统的方法 您认为大陆会选择在什么样的时机来出手 其实这个时机我们看一下2005年3月份 全国人民代理大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 就有明确的规定至少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 造成了台湾从中国分裂的这样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条件 那么我们必须要使用非和平手段 第二个就是说发生了导致台湾从中国大陆分裂的 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或重大事件 那么出现这事件之后可能台湾岛内可能出现动荡 那么这个时候大陆肯定会出手 第三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和平统一的途径已经被关闭 没有这种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了 所以大陆就强调要使用非和平手段和其他措施 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以在这三个条件下的话 我想每一个都是这个完全可以这个动用武力的 这样一些这个前提条件 但是问题就像刚才赖教授讲的上兵伐谋 不是说这个说出手就出手 因为一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害两岸的感情 造成这个重大的财产人员伤亡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悲剧性的结果 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军力我看到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咱们的这个解放军事军事动作准备 一直是把这个重点方向投放在这个地区 主要还是维护这个海峡联岸的和平稳定 维护国家统一 你比方说这个战略制造方针上 就是要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这个方向非常明确的 那么兵力边程上我们也看到 包括咱们海军扩大了陆战队的这种边程 那么从装备上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现在看的话 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各种新型武器装备 都不断的入列 你像咱们的航母战略区 完全可以在这个台湾岛以东 发起对这个岛上的这个进攻 这些呢非常明显 我们五代机空军的J20 现在也陆续加入到这个线 这些的话台湾岛内是根本不可比拟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一旦出现这个岛内这种分裂势力 这个作祟的话 我们是出事有名的 那么解放军这个是这个有这个 正义而战的这样一个理由来这个进行这场战争 那么台湾岛内我相信包括这些这个军队到底为谁而战 为什么而战 它是不明确的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种抵抗意志 就是台湾岛内的军人抵抗意志 它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出事有名的这样一个理由的 所以从不管从兵力编程武器装备发展 还是从这个出事有名这样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交战方法来说 应该说大陆绝对的有这种优势 但是呢我们还是刚才讲的 我们是上兵伐谋 其实才发交 最后才使用这个武力统一 这种武力统一 这种武力统一